大家好,今天是平安夜 祝福大家,聖誕節快樂 平安安,一切都幸福,吉祥如意喔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呢,也要來回答大家的問題喔 那Lisa問說,書桌上有涼要怎麼化解 一般來說,觀眾朋友如果書桌上面有涼的時候呢 盡量就是把這個書桌位置能夠移出這個涼的範圍內 那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的話,其實這樣講就是說 能壓在書桌上,盡量不要壓在人座的位置上 所以壓在書桌上還好,至少沒有人座的地方上面有涼 那壓上去真的是頭昏腦障耶,頭上都五毛,錯要怎麼打得好 所以如果我的座位上面有涼的話,我考試考不好是不是我的問題 是涼的問題 男女說,我考慮一下 好啊,Gina喔,Gina王說,瓦斯爐上方有涼,但是有天花板遮起來 這樣可以嗎? 嗯,老師可以嗎? 其實一般有些,有些,當然就講到各個門派不同 那有些認為說,遮起來就看不到 可是一般來說,我們會認為說,煞氣這個東西呢 就是會傷到人的東西,就像運氣一樣 那雖然我眼睛遮起來看不到 可是這個東西,只要你沒有去化解,沒有消失的話 那還是會有遺憾,所以要化什麼 一般來說,民間的做法以後會在梁的上方 放一對這個奇菱彩八卦 那麼但是呢,在地方上面來說 像比如說國外,他們沒有這種東西 他們就放這個所謂的水晶球 而且盡量是多切面的水晶球 那什麼顏色的水晶? 以白色的透明的水晶球效果最好 哦,效果最好 所以比較台一點就是奇菱彩,把他掛 很像一點就是水晶 中式跟西式的化解都可以啦 那中式滿問的這一題,我可以幫你回答 他說客廳有雕膳要如何化解 就把雕膳拆掉 對對對,最直接的 這樣有什麼好化解的 你雕膳上面還要掛水晶 水晶不是會飛起來嗎? 而且不小心掉下來的時候,還會打到頭耶 對不對阿嬤,對不對 對啦,吊散太掉啦 對啊,因為吊散很壓迫感啦 算了啦,你們家裡都有電風扇跟冷氣的 對啊,就不用在那個電風,那個什麼扇 吊散 吊散 有人問冰箱上的龍龜摔破了怎麼辦 哦,這很簡單啊 就再買一支新的 哈哈哈哈 啊這問我,我就不知道啊 我在等四年,禮拜沒多久 說一下新的就OK啦 對嘛,因為龍龜破了 你再把它黏起來 它還有效應嗎? 其實你破了以後再黏回去它還是破 好像有些我曾經看過 玉啊,玉啊 對對對,玉玉 就裂掉有沒有 或你破了之後 你再把它用一個無金把它包起來 那一樣是幫你,它已經幫你擋下 它幫你擋栽了 對對對 就不用了 對啊,沒錯 那宇涵說 臥房 臥房門的上方可以裝冷氣嗎? 噢,門的上方 基本上來說的話 只要是不是對外吹一般都沒有影響 那一般室內的話都是朝裡面吹嘛 所以影響並不大 不過一般來說的話 還是建議就是說 門的上方盡量保持乾淨 就是不要有任何東西是最好的 哦 龍龜的那個人問說 那可以丟垃圾桶嗎? 你說龍龜破掉就直接丟垃圾桶對不對? 對,有的怕不可以隨便亂丟 還是說要找一塊地給它買起來 哎 那要早晚三支清一下 其實是這樣子 它這個龍龜看有沒有開光 那民宿上面是有開光的這個龍龜呢 我會用紅紙或報紙把它包起來之後 那麼才丟掉 應該不會直接丟 但是如果沒有開光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 就沒關係 對 那你有開光嗎? 沒有對吧? 那就是 對 然後Cindy Tsai Tsai說 拜造神的方位 是朝後門還是朝前門? 嗯,好 一般來說 通常它不是朝門的方向 對呀 造神不是就在造他 造的 對對對,就在造的位置上 所以一般來說 通常是選造的旁邊那一塊 小的可能我們所謂的流理台 或者以前的人 是在造的正前方 擺個小桌子 那麵朝造的方向來做幾半 對 就敏家的瓦斯爐 對 對 那通常它不是朝 特別朝外面的門 沒有門 或朝前面的門 不是 對整個瓦斯爐 好,這裡 家裡有兩隊皮羞可以嗎? 那可以呀 在哪裡? 才位嗎? 可以嗎? 幾隊都可以吧 對,幾隊都可以 基本上招財神獸 我想 就好像我們一樣 多少匹馬都是OK的 哇 那可能 一定越做越好啊 沒有重點是擺對位置 對,擺對位置 你是說幾隊 對對對 好幾隊都沒關係 對 才位是很重要的 那富榮 劉富榮說 臥房如果沒有化妝台 要怎麼樣才能有好桃花 臥房沒有化妝台啊 他可能本來想說 在化妝台上面有做一些佈置 可以有好桃花 或者是 還是放謝老師的照片 嗯 沒關係 可以可以 沒有啦 基本上是這樣講 化妝台 跟這個 所謂的桃花 沒有直接關係 化妝台一般是屬於比較偏向 女生的 常私房間的地方 對,你也窄口 是屬於女性的財庫 那真的桃花 是在家裡的 所謂的桃花味 那如果你找不到 不知道桃花味在哪裡的話 你可以在你的床頭邊 嗯 那麼在床頭上擺放也OK的 左右都可以嗎 左右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現在床頭的問題 不是那個化妝台 是 然後陳宏話說 立廚的時候有拜地基祖 就因為他住大樓嘛 那造神 所以因為立廚的時候有拜 那接下來是一直都要持續 拜這個地基祖跟造神嗎 哦好 民間上面是這樣講 通常入宅的時候有拜地基祖的話 這表示說 我在以後 在所謂的民間說法的時候是 三大節 你只要依照三大節來做祭拜就可以 嗯 其實我曾經也遇過人以為是 就是跟著我們的神一樣 初一十五在拜 其實不是 非常不用 對不用不用 那你只要依照三大節來做祭拜就可以 只要你入宅的時候有拜 通常之後就會拜 那 那地基祖都拜幾節 第一組喔 一般來說 其實地基祖比較吃荤的 嗯 他比較不是用這個什麼 這個各種水果啊什麼 比較不是 他是要三生 三生 那以前呢是早期是準備三生 喔 然後這個 酒水 哈哈哈哈 三生 無奈 你在拜拜啊 什麼無奈的 對 不然三生不會無奈 三生是怎樣 是有幸 哈哈哈哈 好這裡又有人問 柴衛樓上是廁所有沒有關係 柴衛樓上是廁所 柴衛樓上是廁所 你說別人家嗎 別人家裡面 其實一般來說別人家 我們通常是以自己家的做標準 那通常氣 因為我們這個採氣是從地上透上來的 所以你的樓下不要是廁所影響比較大 喔 就不用管樓上 樓上還好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你財氣從地下透上來 先透過他的廁所馬桶再上來 那個就不一樣 喔 能吸住 對對對 會比較髒一點 對 那這個 Fria彭說 家裡的米缸從來都不生米蟲 最近一直在生 哇 是不好的預兆嗎 還是招財 沒有漏財 蛤 就是有V糖 V糖就是 對不對 這是夾了V啊 對對對 那當然是一個破材的象徵 對 因為古代的人是這樣 他把鹽跟這個所謂的米 當成入宅最重要的兩樣東西 所以以前的人是這樣 米是糧食嘛 那鹽是代表錢幣 因為古代官吟官吟 他是用這個鹽可以做代替的 所以民間裡頭這個鹽跟這個米來說的話 那米就跟糧食有關 所以一般如果這個米缸沒有裝滿 就像財庫沒有滿的意思一樣 所以米缸一直要裝滿 蛤 他就是入宅的時候要裝滿 入宅的時候要裝滿 入宅當然裝滿 但是每天不是就在吃米會越越少 然後吃完才會晚新的嗎 對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他 我們講說米缸裡頭生米蟲 就有這樣的情況嘛 一個就是 是米缸太大米放太久 第二個是可能是環境的關係 所以通常會建議就是說 因為入宅已經過了嘛 我們在這房間 所以你們就著量減少 然後就應該這個 就比較這個情況比較不會有 第二個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是不是你要把這米缸換為之 但是這個位置並不是很理想 那有漏材的情況 那現在米缸裡面已經有米蟲了 我現在這一缸米怎麼辦 就放生啊 就把米蟲放生 米蟲放生 米蟲放生 米然後吃掉 對啊 蛤 因為生米蟲 沒關係 米一樣就可以吃掉 對啊 小小的乾淨也是一樣 米蟲放水 米蟲放水 放水 放水 以前那個是拿出去外面晒太陽 撥一撥 它是一種小型的像金櫃子一樣 很小隻 但是自己會跑掉 也是一個方法 對對對 所以可以在國附近那裡晒嗎 哇 那很奇怪 要不然的話去哪裡晒 在你家的門口 有人問說 懷孕的時候 家裡適合家裝防倒窗嗎 哦 懷孕的時候 不是家裡不太適合動土 對啊 不能釘啊 不能掛什麼東西啊 不能移動 觀眾朋友如果記得 通常家裡頭就是說 如果有懷孕 在懷孕的過程裡頭 包含生下小孩只有四個月內 對 家裡頭盡量不要釘釘子 做任何的這個大型的施工 如果一定必要必須要去動的話 那麼會建議就是買一隻新的掃把 上面綁上紅色的軟帶 記得把它綁好之後 那麼在你需要掃的地方 那麼就是我們講要動工的地方 輕輕的撥掃以後 那麼才開始動工 哦 就是讓胎神離開那個地方 對對對 想不會叮到 對對對 我們曾經有看過那個小朋友 我有懷孕過我知道 哦 哈哈哈 而且喊兩次 啊對 哈哈哈 不好意思 對啊 我現在還是不要冒險啦 是 盡量不要 我的信息有 對 然後再來這個郭敏兒 她非常的誠實 她說主持人好美哦 命理界我最喜歡謝老師了 超愛風雪有關係的啦 沒有啦 哈哈哈 超愛風雪有關係的 你就是給我們鼓勵啦 是非常感謝你 謝謝 感謝你對我們的支持 謝謝大家 嗯 謝謝你哦 好 那Joanne王說 大家一定要準時收看節目啦 大家的問題都太基本了 哈哈 啊 對 嗯 沒關心 哈哈哈 老師你會不會覺得 大家一直在問財衛在哪裡 或是什麼 怎麼樣會被壓到 這一些問題一直重複講 你會不會覺得 怎麼大家都沒有認真看節目 還好啦 因為我是想說 也許我們講說可能傳播的更廣了 那有更多的人 他是剛才接觸 所以他們就覺得有興趣 是 就是可能就是 新進來的觀眾 對對對 那要了解一下 像我不懂我也都會問嘛 沒錯 因為畢竟你的過去我們來不及參與 你的未來一定要我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子啦 大家整時收看 然後我們 對啊 也會做 有時候會做一些總整理嘛 對 也是幫大家複習啊 對而且每一次呢 我們都會找一些笑點 對 然後一些小小的劇 跟大家分享 對啦 就是希望就是 雖然在講風水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趣味 對 生活化的情況 對 是 有時候有的人 有 老師莊嚴 哈哈哈哈 這樣看就驚驚了 不會啦 看到彩樺姐 大家就覺得好笑 好開心了 對 我是個開心過嘛 對啊 你看你今天的造型多令人開心啊 對啊 就是水蜜桃姐姐嘛 明明就不是 明明就是 死蜜桃姐姐 哈哈哈哈 就是啊 啊哈哈 現在死蜜桃就死了 對 太棒了喔 太棒了喔 對 好啦 那就祝大家這個夜蛋快樂 謝謝 我們下一次錄影是什麼時候 下個禮拜四 下禮拜四 下禮拜三 下禮拜三 三十號 對 你會那個直播 是 大家可以準備好問題來問我們 對 好嗎 好 好 謝謝大家喔 我們要繼續錄影囉 對 謝謝老師 你很適合辦夜蛋老公 真的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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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